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符合資格的對象包括年滿65歲以上長者 以及孕婦和出生6個月的嬰兒父母和醫事防疫人員等等 另外滿65歲以上的長者也可以同時加打新冠肺炎疫苗 XBB以及肺炎鏈球菌疫苗最多3種疫苗可以同時施打 基隆市衛生局長張賢正也帶頭 同時施打流感和新冠肺炎兩種疫苗 讓長者們安心跟著接種 在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以及市議員張耿輝一起陪同關心宣導下 基隆市衛生局長張賢正帶頭到七堵衛生所 同時施打流感和新冠肺炎兩種疫苗 左手打流感右手打新冠肺炎 讓長者們安心跟著接種施打 張賢正也呼籲符合資格 接種流感以及新冠肺炎疫苗的長者和民眾 帶著健保卡身份證以及新冠肺炎疫苗黃卡 就可以到本市51家合約醫療院所 以及128處社區接種站接種 那在流感疫苗的部分我們今天第一批開始 除了我們65歲以上長輩之外 另外如果我還沒有滿65歲 但是如果我有慢性疾病 重大的慢性疾病 重大傷病 或者是罕見疾病 那這些我們今天都可以開始來打流感疫苗 那其他的年紀會陸續開放 另外在學齡前幼兒 幼兒園還有學校 這些也都在今天可以開始接種 校園我們會進到學校來打 我們呼籲我們的阿公阿嬤 今天開始就可以出來接種疫苗 我們一隻手打流感疫苗 一隻手打新冠的XBB疫苗 就可以獲得兩大類的這些疾病的保護 符合流感疫苗接種資格的市議員 張耿輝也跟著接種流感疫苗 而陸續符合資格經過衛生所 醫生評估的許多長者們 也都跟進衛生局長張賢政的呼籲 同時接種流感以及新冠肺炎兩種疫苗 所以今天煮兩種不同的你也覺得這樣應該做 都應該做 對啦 自己比較有信心一點 所以醫生說可以打 所以你就打兩種就對了 對啊 相信醫生啊 反正早晚該打的 保護 先保護好自己 其實一大早許多接到通知的長者就已經陸續到七堵衛生所門口排隊 服務最熱心的副議長楊秀玉 以及市議員長耿輝 更是親自搬水以及送水給長者們 以及衛生局的醫護人員和志工 方便接種疫苗的長者民眾和工作人員都可以補充水分 在這邊就是呼籲鄉親要多戴 還是要勤戴口罩 然後就是要勤洗手 最重要是到公共場所最好是戴口罩 因為這個你知道這種病毒是很可怕的 它是口莫傳染的 所以它到底在哪裡我們無所不在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注意這些小細節 為了保護自己也親友的安全的話 一定要配合來施打 施打器一定要來施打 那也在這邊也呼籲我們所有的市民的話 你有咳嗽的話 務必你要戴上口罩不要傳染到其他的人 那大家一起守護自己的健康 此外往年需要年滿71歲才能接種肺炎鏈囚菌疫苗的長者 今年10月2號開始 曾經自費接種過肺炎鏈囚菌疫苗 並且間隔滿一年的65歲以上長者 更可以同時接種公費肺炎鏈囚菌疫苗 也就是同時間可以接種流感 新冠肺炎以及肺炎鏈囚菌三種疫苗 那今天我們先開始接種的是提供給 曾經已經打過自己花錢打過自費疫苗的 今天開始就可以打肺炎疫苗 所以你可以一隻手打一隻 一隻手打兩隻總共打三隻針 所以我跟大家阿公阿嬤說 反正我們今年65歲就可以煮肺炎疫苗了 這是因為比較複雜 我們就要讓大家煮比較好的 先煮比較好的 配合中用的時間 不要亂掉 所以我們就叫同地有的人10月1日 我們就開始來煮肺炎疫苗 有的11月1日 大部分人11月1日來補煮肺炎疫苗 好 所以我們鼓勵大家 騎出來煮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 時間到了煮肺炎疫苗 好 基隆市衛生局表示 65歲以上長者只要接種完任何一種疫苗 就可以領取實際的快篩劑 如果完成新冠肺炎XBB疫苗接種 可以另外獲得500元超商禮券 打疫苗保健康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基隆市政府響應雙十國慶活動 讓市民在基隆也能夠感受到 國家喜慶的氛圍 市政府宣布將從10月1日到11日晚上 7點到9點 在文化中心外牆輪播 國旗飄揚的動畫 邀請民眾共同來感受國慶的喜悅 國慶日即將到來 是國家一年度的重要節日 政府各區公所在路上插滿國旗 旗海飄揚相當壯觀 數千面上千面的國旗 因為每一個區公所大概以150面的量 然後再加上原本這個社會處 也有原本估計的也是近千面的國旗 還有公務處也在我們高速公路的出口處兩側 所以未來高速公路一出口就可以看到很壯觀 非常數量之多 數大便是美這樣的一個騎海飄揚的景色 國旗飄揚畫面 那我們今年會在我們的文化中心的外牆 就像上一次我們舉辦夏日記者 夏日電影院一樣 我們會再用投影的方式 在我們文化中心的白色外牆上面呢 會播放我們國旗的一個動畫 那這個動畫呢總共是30秒鐘的一個時間 我們會以有愛城市的人物與精神 那象徵著我們基隆的活力創新 30秒動畫將以有愛城市人物和精神為主軸 播放時間橫跨中秋節和國慶日兩大連假 延續11天晚間讓大家一起感受國慶的氛圍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基隆市近年來發生幾起面火器自爆意外 加上天氣多雨 面火器容易損壞 市政府計畫將8000支的面火器重新檢視 並且太舊喚新 市長謝國良表示將動用預備金 未來將移交給民政系統維護管理 來到社區巡守隊大門口 地面上放了幾支面火器 底座已經鏽石 年限早就過期 開關不能使用 禮辦公處準備報修貸款 那個李幹事定點他做這個就來換 我都問過 盤查李幹事有待的 那我不用去 那是李幹事 李幹事出門 因為我今天的李幹事 說起來他很堅持 他都去給我損壞壞壞壞 他換完之後才給我 說哪裡都換 隨機來到社區的巷弄 住家外頭都掛有乾粉滅火器 而基隆市全市有近8000支滅火器 因為天氣潮濕 很多市府設在公共空間 狹窄巷道滅火器 經過日曬風吹 自爆事件頻傳 地理環境的因素 因為我們基隆比較潮濕 容易下雨 而且這些滅火器 就放在戶外 那常連都是風吹已倒 所以比較容易糊食 這一部分 以目前我們前市設了 有七八千多支的滅火器 那如果按照消防法規的規定 你所有的場所 包含你的市場 你的營業場所 你的大廈管理 這些通通是要回歸 你的管理前要去設置 並不是政府來設 針對戶外滅火器管理 維護不容易 市長謝國良說 將動用預備金全面檢查 全市7300具滅火器 除了汰換更新 放置的地點都會一併討論 放置的這個過程中有很多民眾 他們或者是負責處理的市民們 並不曉得是不可以放在室外的 所以這中間過去以來有很多滅火器處理 跟保管的相關的問題有待提升 那這個都是過去十幾年都是放的 這兩天跟這個消防局討論後 我覺得我們會從預備金 撥一筆小筆的一個預算 那我們希望是透過民政系統 來檢查所有的這個消防滅火器 假如已經過期的 我們就發放新的 在這個檢查過程中 我們也要特別去注意 有沒有放置在不當的位置 那假如有放置在不當的位置 我們在這一次的這個執行這個業務的這個過程中 也會要求他另外找這個合適陰涼的地方來處放 那另外其實我也有注意到 有很多這個滅火器其實都是鎖得很死 那有時候火災緊急的時候 你還要去做一些這個其他的一些解鎖啊等等的 其實也同時會會耗時 然後等等 所以怎麼樣安排對於即時的滅火最有幫助 這一點我們也會跟專家學者討論完以後 就把那個滅火器放置在這個最適當的狀態 政府初步規劃 滅火器未來將交由民政系統來管理 希望能夠提升整體滅火器的狀況 方便民眾遇到緊急狀況時 能夠發揮救火的功效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 香火鼎盛的基隆市國家新城福德宮建工45週年 小時候就住在附近的內政部長林又昌 親自出席政扁 威夷責福祝賀 包括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等人也都出席參拜 福德宮管委會也特別捐贈輪椅給基隆長庚等三家醫院 並且頒發獎助學金做公益 內政部長林又昌特別頒發扁額 威夷責福給基隆國家新城福德宮 祝賀福德宮建工45週年 也回憶起自己的兒子去世 45年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搬來這邊 然後他就有了 那個時候廟不大小小間的 不過我們小時候都在廟的前面呢 在那邊玩很多的小朋友的遊戲 所以充滿兒子的一個記憶 所以特別回來祈福 也祝所有的市民朋友 還有國家新城的鄉親 大家永遠健康平安 民國67年建工的國家新城福德宮 祖室福德政神 是周邊五福常樂及六合等里的信仰中心 慶祝建工45週年 宮廟館會特別捐贈輪移給基隆長庚醫院等三家醫院 更長年贊助常樂國小清漢學童營養午餐及學雜費 還有歲末關懷周遭三里清漢家庭 希望將信仲對土地公的感謝化為大愛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會贊助我們常樂國小的 弱勢家庭的學生的午餐 那也經常就是每年都有舉辦 年中弱勢家庭的寒冬送卵給紅包 然後也發動我們商圈裡面的這些商家 給大家連結用品 來自大德的所有的香客錢 那麼我們想去回饋地方上的一些弱勢團體 所以我們第一個想到就是 常樂國小的一個低收入戶的一些所有的學職 因為每一次到學校開學的時候 學校總是不夠他們的那個學雜會 還有一些的營養午餐都不足 不足的時候以前他們是曾經有愛心 他們有成立一個愛心 但是一直都不夠 那後來我們就開始希望能夠福德公這邊能夠 能夠協助他們的這些不足的部分 所以從開始一直到現在已經有25年 金融市副市長邱佩玲 代表市長謝國良 率領金融市政府民政處長張元祥 警察局長張樹德 及安樂區區長檢疫者等人前來參拜 感謝福德公長期行善助人 發揮安定社會的力量 福德公45周年是基隆的驕傲 我覺得他可以安定人心 這邊有數千戶的居民 我常常說人心定了社會就安詳 非常謝謝福德公的幫我們社區 幫我們所有基隆市民做很多的事情 非常感謝也非常榮幸 金融市議會議長同志偉及議員 鄭凱琳 鄭文廷 吳化家等人也到場之意 同志委更驚喜發現 爺爺清安公主委童勇 曾捐贈福德公良柱 我想阿公真的是值得我的敬佩 然後我今天來這邊跟大家打招呼 也非常的高興 尤其今天特別是中秋節 那我們每一個議員 像吳化家議員 還有鄭凱琳議員 還有鄭文廷議員 都會起來跟大家同歡 我想民意代表也非常的用心 希望我們的這個土地公 可以保佑大家平安健康 福德公還在現場舉辦摩采活動 內政部長牛昌及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 更當場捐出紅包與民同樂 期盼在土地公庇佑下 市民都能合家平安健康快樂 記者張啟騰 金融報導 距離明年總統和立委選舉 進入百日倒數 基隆市率全國之先 成立信賴台灣體育會後援會 強調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和立法委員鄭文廷 將發揮運動家精神 絕不認輸 一步一腳印 爭取市民支持 希望贏得最後的勝利 民進黨前主席卓榮泰 將會期交給會長張浩瀚 現場賴清德當選生不斷 這次基隆市信賴台灣體育後援會成立現場 基隆市率全國之先 成立賴清德體育後援會 讓卓榮泰大為肯定 直說基隆隊又拿下一面金牌 基隆真的是一馬當仙 我們全國體育後援會 11月8號才要成立 那基隆已經率先在今天 所以今天再給基隆隊一個金牌 全國體育後援會的 第一塊金牌就給基隆了 先成立我們的體育後援會 代表我們基隆在地 民眾對賴清德跟鄭文廷支持的決心 我想非常的感謝也非常的感動 後續賴總統也會 陸續的提出我們相關的國家體育政策 在他行政院長任內 其實對有制定的這個黃金十年計劃 對我們的不管是奧運亞運的選手 都非常照顧 連國訓中心也是在賴院長任內 來整修完成 除了在國內各個縣市 成立信賴之友會與後援會 在國外部分到9月為止 賴清德已經在43個國家 106座城市成立116個後援會 向號召全球僑胞 1月13號投票日回台投票 用實際行動支持台灣民主 現在進入到10月 我們的整個選戰計劃 是進入最後選戰的100天 是要所有海內海外的後援會 都能夠回到各個後援會所屬的 城市社團組織裡面 再次發揮後援會的力量 喚起大家出來踴躍投票的精神 國內我們都說2024團結一致 支持賴清德跟我們所有的 立委候選人 在國外我們又加了一句 1月13相約台灣 回到台灣共同來完成這一次 人民偉大的民主力量 我們看到很多海外的台商 很多海外的台僑 也因為我們周主席 還有我們許多立委都有參與 也表達願意在明年的回到台灣 來支持賴清德 那我相信很多的立法委員 長期來都有努力工作 海外的工作 那這一切都是過去的努力 在我們這次選舉 我們希望能夠順利的開發結果 那在我們賴清德 賴總統未來的領導之下 我相信整個海外的台灣人 跟國內台灣人 心裡都會在一起團結在一起 賴清德海外後援會 可以說是破紀錄 過往運營的這個候選 並沒有這麼多的後援會 我認為主要原因是 外在情勢的變化 包括台灣的國際地位的提升 台灣的整個國際關係的拓展 以及價值民主同盟的增加 這些都使得 海外後援會蓬勃發展 一個關鍵因素之一 更期待的是明年的1月13號 有更多海外的僑胞 會回來投票 來助長這一股民主的力量 幫助賴清德能夠順利當選 台灣的總統 記者張吉台 金融報導 此雲寺鑰匙佛店 歷經兩年策劃開光啟用 鑰匙佛大殿內設有神佛尊項 必讀 目科解王的輝鴻莊顏 不少信徒專程請來點鑰匙佛燈 祈求身體健康 消災延寿 歡迎民眾來此雲寺鑰匙佛店參拜 感受乏喜 民國97年才開始啟用的 此雲寺大悲殿中 供奉了由中國名師 取習於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為尊四面佛祖 雕工極為精細 信眾參拜完大雄寶殿後 不妨進到大悲殿 一窺四面千手觀音菩薩的獨特樣貌 我花心 花一道理 來給老爺 你會選購一級能效的家電 但你的節電等級卻只有五級 現在開始改變你的用電習慣 冰箱只需八分滿 濾網定期兩週輕 等氣設定二六至二八度 晚轉時間計畫一級節電玩家 關掉冷氣 隨手關燈 白天到黑夜 節電不停歇 節電 從我改變 ,,, 你皮膚身 drama 我花心 換你ились 好! 来给他 好! 耶!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奠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奠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帮我处理啊 Showcase 首先 我发现你的冷气 开得太冷了 刚才的绿网标固定清醒 电视阴晶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且还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也会省下不少电费 老这电炮换LED 省电 省钱 又很亮 哎呦 真厉害啊 哎学长 我有个困扰很久的事 怎么啦 遇到困难 学长帮你 最近都有别人 约我一起抽烟 学长 你可以教我怎么拒绝吗 邀你抽烟的人 真可恶 让我来教你 去据烟发布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买的 我很不喜欢烟味 烟味很臭 刚刚老师叫我 我先过去哦 我身体不好常常过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对身体不好 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烟很浪费钱耶 我想存钱一起去吃好料 抽烟会变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样看起好老 我很胆小 连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况是抽烟 谢谢学长 你好厉害哦 由基隆全龙珠宝董事长 江洪志发起的周四 发送爱心便当活动 已经迈入第十年 多年来获得不少 企业界好友加码力挺 这次中秋节 同样有联力工业老板夫妇 共襄盛举 加送250份秋节红包 让弱势民众也能够感受到 中秋节温馨的过节气氛 上午十一点一到 常常排队人龙聚集 在基隆乾隆珠宝前 领取便当 这是乾隆珠宝董事长 江洪志发起的周四 发送爱心便当活动 希望弱势民众也能有一场温饱 江洪志持续十年的 善行易举 也获得许多企业家好友力挺 今年中秋节就有联力工业 老板夫妇加码赠送 250份秋节红包 向共襄盛举 感谢我们乾隆珠宝的江洞 给我们夫妻有这个机会 来参与这个爱心活动 那因为他本身也是 真的很有爱心的大善人 每个礼拜四都有发便当 在尤其美逢家节的时候 像端午中秋过年都会特别发放红包 那当然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 能够让我们基隆的一些低收户 还有一些游民 他们有这个在过这个家前 能够受一点温暖 也能够造福一下乡民 这是一个很好的善局 主要是我们关怀 这个社会的热视团体 今天很感谢六土工业区 陈德西企业家 他们夫妻来共襄盛级 这个预期我们目的是 每个礼拜发便当之外 我们要让社会构建 大家来共同来关怀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让这个社会 让这个低收入民众 过得更好 江永志表示 十年来领取爱心便当的人数不断成长 显示社会上需要帮助的民众真的很多 他会继续举办这项爱心便当活动 也期盼有更多人加入 让爱心照亮社会上的每个角落 记者张旗潘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峰 再会 请不吴俊峰 鸡龙 鸡龙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里呢 梦幻千层蛋糕到底有几钱啊 鸡龙版的委托行咖啡究竟在哪里呢 鸡龙魏姐妹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访体验鸡龙的魏 当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广路都能再开心去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太祖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 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咯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 1239 想知道基督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督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9点 基督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都紧满了 那就随便紧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新车停泛合法骑油停车空间 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 拍手 另外地上贴油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并且禁止停车 几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层栽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变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